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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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欢迎收看台股龙卷风 获利向前 从今天是2月1号 离拜四 那马上只剩下两个交易日 现阶段就是买定离手了 到底哪些个股可以报股过年 最近在美国很多的公司 尤其在电子股的部分公布财报 讲的是如何 绝大部分对于AI来讲 都是以比较利多的方式去做一个解读 那当然昨天来讲是联发科的一个法说会 联发科昨天讲的法说会有很差吗 来我们来看电脑画面 联发科昨天很差吗 怎么会跌成这样子 然而在联发科下跌的过程当中 6679的预态却不跌 同样是范联发科集团的预态却不跌 所谓何事 挪威主权基金 这个北海小英雄 连续吃这个安国 你看安国连续性的喷出 6462的神盾被分盘交易间并没有大涨 紧接着要看谁 我之前跟投资朋友提醒 2330的台积电只要不要大敌 横盘震荡整理 对于细制裁绝对会有利 而今天股王3661的事情是再创历史新高 当股王再创历史新高的同时 你觉得行情会差到哪里去 比较可惜的地方是在于 今天指数虽然是偷拉尾盘 拉尾盘 但加权指数的日KD尚未黄金交叉 所以还不能跟你讲很乐观 就是持续的报股过年 而是你现阶段必须要去检视手中的持股 哪些个股可以报股过年 因为毕竟加权指数日KD尚未黄金交叉 而OTC的日KD现阶段是已经黄金交叉 它应该叫做持续的黄金交叉 它并不是在第一档出现的黄金交叉 假设今天加权指数和OTC 全部都是在第一档出现黄金交叉的话 我会跟你讲就是报股过年 但比较可惜是OTC虽然是黄金交叉 但OTC的黄金交叉是架构在80轴之上 加权指数也还没有黄金交叉之下 只能跟你讲叫做个股表现 世新创历史新高的同时 我讲过了小的一定涨比较快 是8054的安国 是不是就过高 那就是神盾集团 而神盾集团有没有漏网之余 如果有 接下来会展开补涨的格局 这个就是今天节目内容重点了 于是美股怎么了 台股该怎么办 昨天的FED的决策会议 当然就是不升也不降 中间到底讲了些什么 对于美股到底是利多还是利空 他明明就跟你讲了 三月份可能不会降息 如果是以过去的解读模式的话 今天台股应该要大跌特跌才对 为什么今天并没有大跌特跌 不仅仅是在台股拉尾盘 南韩也是在望上攻 所谓合适 然后你再看台币 台币今天是扁 为什么指数会往上拉 台币的结构 我前两集节目不是要跟投资朋友讲吗 是不是央行出来讲话了 所以台币这个地方是不是急升 为什么台币这个地方会急升 就是央行出来讲话 为什么可以这样评判 是因为你看美元指数 基本上是横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一波的台币的急升 是架构在央行出来讲话 所以现阶段来讲 是不是要回扁回去 所以当它回扁回去到正常的模式的时候 自然而然台币的扁 就不会影响到加权指数的变化了 这个叫逻辑 逻辑你一通的话 自然而然你就知道薛老师在讲什么 那当然啦 如果是说你觉得东西太复杂的情况下 我跟投资朋友讲过了 你就是利用龙卷风操盘数嘛 日线叫早买卖点 周线叫看波段 日线叫看趋势 昨天的加权是一根黑黑打下来 今天是拉尾盘 主要的原因是干嘛 是不是企图去拉它的周KD 昨天我跟投资朋友讲 周线来讲的话还有 昨天是礼拜三嘛 比如说跟投资朋友讲还有两个交易日 今天礼拜是给你偷拉尾盘 明天只要不要大跌 周KD它可以撑在80轴附近 做一个高档顿化盘 代表波段行情就没有结束 那下个礼拜一只有一个交易日 同步是收日线和收周线 所以下个礼拜一来讲 虽然成绩要让它会进行一个萎缩 目前预估啦 但是它也算是一根周线 所以它势必也会影响到周KD的一个反应 但是我讲过了 不管未来的行情到底是如何 AI它始终都是一个趋势 那我们再借由 昨天是联发科的法说嘛 然后接下来是高通的一个财报 我们就借由联发科高通 中间来讲是不是有一个match的地方 这种方式叫手机晶片 以及叫车用晶片的一个部分 我们再借由这两档 国内外的公司去探讨 接下来哪些个股它是有机会 这就是节目内容重点喔 好 也是我们来看喔 每天的行情都要保持乐观 但是每天的行情 包含像报章杂志媒体 你都要保持一个怀疑的态度 就成如当时外资卖超 大卖了780而已 很多人开始在吓你了 我却跟投资朋友讲什么 央行罕见 连两日升元台币 讲完之后台币是不是升 升了之后家权是不是跟上来 我当时不是跟投资朋友讲 连续性的大卖超 之前的大卖超 指数都大跌 这一次的卖超 指数却没有大跌 代表人家就是要给你做选后的行情 人家就是要跟你做选后以及农历年节前的一个行情 人家不是这样子吗 每一次的下跌 徐老师会站在你旁边 我会跟你讲说 不要再杀敌了 就成如11月1号的时候 我讲什么 老银土石检准备下一餐 有没有命中 行情是不是一路展开来了 还过前波的高点 那先阶段因为是农历年节前 所以稍微做个震荡整理 在所难免 在配合的价格指数日KD 还没有黄金交叉 OTC是黄金交叉 但是已经在相对高点的情况下 你还是必须要去做一个持股 太弱换强的动作 所以明天礼拜五 接下来礼拜一 这两天的交易日 行情也许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变化 但是我讲过了 做股票就是为了要赚钱 赚钱的目的是让自己 以及自己的家人过更好的生活 逻辑是这样对不对 你不能因为 你今天因为做股票 而去影响到你的生活 言下之意 现阶段行情 我今天学老师仍旧是乐观积极的看待 但是由于农业年的时间 放时间太长 美国基本上来讲 因为我们礼拜一就封关了嘛 所以我们就变成礼拜一到一个礼拜五 到隔周的礼拜三 总共大概会有八个美股的交易日 会进行一个变化 如果是以K线来看的话 八根的K线 基本上可能会出现一个转折 所以你该防守的 你还是要防守 我会建议你不用报股 百分之百的报股过年 该调整的还是要稍微调整一下子 所以当时的行情 半性半移中成长 是指数回档修正过后 然后连续性的喷出去 但现在指数也已经过高 开始在震荡 我就不会跟你讲 那么样的积极 完全要报股了 每一次的操作会不太一样 一万两千点的行情 跟一万七千点 跟一万八千点 操作怎么会一样呢 正常的交易盘 跟过农业年前的交易盘 怎么会是一样呢 你放连续假期跟 放长假的行情 怎么又会是一样呢 所以每一次的操作 你要跟上徐老师脚步 我不会跟你讲说 我就是持续看好 就是百分之百 一定会大涨特涨 股票市场 没有什么叫百分之百的 所以我们今天会借由 联发科的法说和高通 跟你探讨 未来的手机该怎么看 AI到底要怎么样反应 你去看AI概念股 你看这个2376的技嘉 虽然已经达到目标价了 你看313.5又来一次 但是它现阶段来讲 为什么它有办法可以拉尾盘 尾创 广达 尾影 当目标价到的同时 我讲过 它现阶段的股价 是不是开始在高档 进行一个震荡整理 那它是不是有盘中出现一个压回 压回哪个支撑不破 如果还可以持续做多 我的LINE8就放在那个地方 我PPT是不是每天都在讲 所以还没有加入我LINE8的人 赶快QR Code给它扫进来 所以现阶段来讲 虽然是日KDOTC 持续黄金交叉 加权指数三位黄金交叉之下 还是一样以个股表现的为主 那包含像世新天创历史新高 连法科法术会往下跌 我大概跟你讲发生什么事情 不然像大力光 目前都还没有涨到 他就当府兵 台积电的设备 3289的宜特 是不是持续往上攻 CPO的概念股 有没有持续往上攻 今天稍微再震荡了 神盾集团股票 是不是持续往上攻 好 紧接着 农年现阶段讲 大家看法是比较一致的 是看会开红盘的机会会比较大 但是我认为 即便是开红盘的机会 比较大 还不是一样个股表现 哪有什么差别 美国的PCE 我们在农历年期间 美国来讲 他会公布CPO 所以他或多或少 也会影响到美股的一些行情 我跟你讲在前面 那现阶段来讲 虽然大家都知道 美国包含像 这个 中国大陆还通货紧缩 基本上现阶段的通膨指数 是往下掉的 所以美国来讲 今年一定是降息一年 只是在什么时间点进行一个降息 那当然昨天他的讲法 稍微有做个更正 做个更改 措施上面更改 他现阶段来讲 已经变成 没有声明中考虑 任何额外的政策紧缩的措辞 已经被他删除掉了 所以代表是说 他现阶段 不需要再这么样紧缩 讲的白话一点 他主要就是跟你讲说 我不要再升息了 排除了进一步升息的可能性 但是他又跟你讲 三月份不太可能降息 这一句话 就要把它打一个问号 因为针对在政策面上的一个解读 由于通货膨胀指数 他并没有 他是有效掉下来没有出 但是他并没有降到 他们要求要2%之下 所以真的通膨的大怪兽 你必须要跟他欲情顾重 你必须要跟他讲什么 有的时候必须要讲谎话 有的时候叫三亿的谎言 所以他说 三月份不太可能降息 是有可能降息 也有可能不降息的一个意思 虽然他跟你讲不太可能降息 所以你稍微要去做一个解读的动作 好 紧接着 不管如何 我跟投资朋友讲过了 美国只要不要急速的降息 你再来看这张图 在蓝色的部分来讲叫基准利率 如果是说他急速的降息 比如说川普上来 之前川普当总统的时候 他是急速的降息 因为打美洲贸易战 急降息的过程当中 对于美股他是不利的 但是只要缓降息 或是疑似要降息 或是曖昧不明 到底要降不降的情况下 对于美股他才是有利的 也就是他的梦还放在那个地方 我可能三月份要降息 如果三月份没降息 我可能五月份要降息 反正他就让你有一个想象的空间 说什么时间要降息 让投资朋友他会觉得说 降息他会释放一些利多 所以行情他不会大敌 听懂的意思吗 那一旦真的降息的话 只要不要急速的降息 对行情都会有利 那后来我是跟投资朋友讲 矽光子 美中的科技战 从1月23号开始追踪 然后一直到1月29号 他才开始发动 从前来讲都出现很多时间的铺陈 也就是很多机会可以去做一个 太弱幻想去做一个筛选 去做一个布局的动作 但是直到1月29号 他才开始出现一个正式的发动 所以当时在前顶 大概90块钱之下到97块钱 当时在光盛 大概75块钱之下到82块钱 这是1月29号的一个量价结构图 后来在前顶是不是来到103 光盛来到84块9 然后再来到113 再来到91块4 那当然到今天礼拜四来看的话 如果没有的人 你就不要去追了 因为他毕竟已经涨上一个波段来了 涨一个波段了嘛 有赚不跑是阿呆啊 那你把资金回收回来干嘛 看农历年后发展什么股票嘛 或者说现阶段来讲哪些个股 我待会跟你讲哪些个股可以留意 有稍微震荡有量缩 或是疑似被错杀的情况下 你要买再来买 有没有这样的股票 有喔 我待会跟你稍微提示 所以节目你要看完 好紧接着你看今天来讲intel 海力士 海力士来讲这一波他做这个 记忆体的部分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跟日本的NTT 开发下一代的吸光值的一个技术 你就稍微去看一下 那美国的财报做来讲 Netflix好 特斯拉不好 IBM好 Ismall好 Intel不好 股价来讲他 他都是开始在做一个反应 但是我也讲过 我昨天跟投资朋友讲过 股票他是涨在题材 盘在营收 当你财报出来 法术会出来 你股价就是要震荡 很奇特 每一次都是这样子搞 震荡完之后 回测到大量区的支撑 他该涨还是要涨 今年还是一样要涨AI 那毋庸置疑啦 只是在于什么地方要买而已啊 不然像IBM一样 财报创意的部分 创意2月2号要进行一个法术会喔 他是台积定的嫡系 子弟兵 系制裁的部分 所以创意2月2号的法术会 以及礼拜一的行情 就会格外的重要 那当然已经快要农历年了嘛 所以基本上该布局的 大概也都要布局完成了 除非你真的要等到 等到礼拜一的时候要买再来买 不然像Intel也是 Intel跟联电合作 这个是长线的利多到2027年 但短线上来讲的话 我认为因为他是全职类股 你要他大涨特涨的机会 可能也不太大 不然像神盾集团的部分 我也是跟投资朋友讲一样的 当时利多出来 神盾开始在震荡 但是我也跟投资朋友讲过了 三年营收翻倍 五年翻两倍 是有可能达到 为什么 因为光三星的Galaxy S24 推估上半年卖1500万支 对神盾集团大概贡献22.5亿 我就跟投资朋友讲过了 再来看一次好了 66.2 22亿除以6个月 平均一个月大概贡献到3亿多 638 那3亿多来讲 你在看 根据去年的营收成长的话 百万千万亿 大概就2亿3亿 2亿3亿左右 平均每一个月的营收 所以他有没有可能真的贡献出来翻倍 真的是有可能光S24 听到意思吗 所以你每一次的行情你要去解读 怎么样去解读 所以神盾是不是上去 神盾上去之后 我是不是之前很老早以前就跟投资朋友准备这张表格 是不是放在LINEAT里头 不然像神盾也好 安国也好 安格 迅捷 神盾 是不是现阶段都在涨这些 那当然他有没有基本面 他没有基本面 所以没有基本面的个股 一般看基本面在操作的人 他不会进去买 也就由于这样子 他赔了6块9 也就由于他没有在赚钱 所以不敢买的人比较多 那自然而然的筹码也变成比较集中 所以他就大涨特涨 从100多块钱涨到269 那不就这样子搞吗 股票来讲 他就是钱堆出来的 那钱堆出来的股票 自然而然的 有人会看他不爽 没有赚钱吗 就放空他一下 放空他一下 捐资比是不是就上来了 8054的安国也是一样 有没有赚钱 赔0.78块 他就因为跨足道细致财 股价一路开始黄飙 对不对 那会不会有漏网之余 一定会有 你以为神盾集团就只有这些吗 还有啊 所以当时跟投资朋友讲 肥海小英雄进来了 是过去他就买了 那现阶段是不是持续在发酵 安国 逮到集团是不是持续往上钩 这个是昨天先拉一根涨停 神盾昨天拉涨停 安格昨天拉涨停 逊捷昨天大涨 星顶昨天大涨 今天安国又一根涨停 安格又一根涨停 行顶盘中 盘中曾经差一点拉到涨停板 那行顶他要做ISM的嘛 那做ISM的各个还有谁 林洋创新啊 你看林洋创新现阶段 回测到半年线的位置区 回测到这个大量区 这根大量区 你自己去看K线图 那是不是又可以留意了 好 这里好好去留意喔 那有没有漏网之余 漏网之余我今天也不用带了 因为现阶段来讲 有在看节目的人已经 农历年前已经比较少 对不对 金像光 金像光来讲 神盾大概持有金像光 16.11%的一个股权 大概成本大概是123.5左右 今天盘中其实还有机会可以上车 尾盘就到124.5了 过了他们的成本价 那今天来讲也是拉一根掌停板 是不是就上去了 金像光 好 紧接着的春田大停工 国具警团应转单 到现阶段比较可惜的地方 是在被动远间到现阶段 虽然是有这个力多的题材支撑 但是国具也好 台庆科也好 目前来讲的话 还没有轮到他们 所以还在震荡 那不然像伪创 伪影 公布财报 是不是持续望上空 他们现阶段就撑在跳空缺口之上 要跌 目前看起来也没有大跌 但是他目标价一旦到的话 开始再进行一个震荡整理 那如果说之前有卖的人 农历年后哪个地方可以接 或者是说现阶段 如果包含明天礼拜五 或者礼拜一 压回到哪个点位 可以多少先买一些些 取决于你的承担风险的一个能力 取决于你的资金大小 那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每一个人会比较不一样 除非是说 徐老师我就特别看好AI伺服器 我到底可以买几张 我的资金有多少 你可能就必须要来询问了 因为每个人的资金水位 可承担风险能力不太一样 那有需要这样的帮忙的人 你可以直接到我的Lite 8里头去 还没有加入我们Lite 8的人 小老鼠记得要写istock 168 istock 168 进来之后再告诉我 你的需求到底是在哪里 那过去的历史今天来讲 台股春节开红盘上涨的几率 大概高达到9成 台积电已经开始要杀进来1奈米 落脚高雄 紧接着是美超围的财报力多 那当时来讲 我是跟大家讲说美超围的财报 我也跟大家评估过了 他1月18号上修财测 结果真的完全命中 一旦他上修财测 又完全命中的话 代表他的财报 就跟台积电一样的准确 接下来的美超围他讲什么 营收要增加到143到147 大概增加到4成 代表 我当时有没有跟投资朋友讲 代表他已经拿到了GPU的晶片 他才有办法出货 根据他过去的法术会的讲法是这样子 那如果是他可以拿到晶片的话 代表是台积电还讲过 他COAS的产能已经开一倍出来了 所以代表台湾的组装 也可以拿到部分的晶片 我讲是拿到部分 但是这些东西要不要去拆 我说不用去拆 不管是台湾的组装厂 有没有拿到晶片 或者说美超围拿到晶片 他都要用到谁 他都要用到散热 有没有讲 所以当时不是跟投资朋友讲 散热又要来了 紧接着奇红是不是过高 双红是不是过高 到今天奇红再续涨 双红再大涨 是不是又命中 所以股票来讲 你要利用逻辑去操作 当你逻辑对 你自然而然的 你的股票你敢买 你敢爆 我的节目你要把它当成是连续剧再看 尤其可能过农艺年时间比较长 你就一级一级的看 去观察我的逻辑跟你的逻辑 有没有吻合 如果我的逻辑是对的话 而你可能盘中你可能要上班 你可能要带小孩 你可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那如果你认同我的逻辑的话 就是直接跟着我们做操作的动作 所以频道把他订阅起来 light要先加进来 紧接着跟投资朋友讲S24的手机 然后当时跟投资朋友讲PCB 先抓滑通 滑通如果做上去 股价做得动的话 PCB 飞瓶阵营 和苹果阵营 以及低轨卫星 都可以同步上去 所以先抓滑通 滑通就上去了 滑通上去之后 我们再看滑通有没有办法突破 好 稍微教你 如果滑通 他有办法突破这边的话 代表他准备要攻这个点位 那如果攻过这边的话 自然而然的PCB 和手机零组件会被他带动 那也有可能会带动到滴轨卫星 好 稍微给你提示一下 到时候再看 不然像电影头控也是一样 低档 上来 是不是上去了 那当时来讲 你刚刚讲说Tesla 再往下跌 Tesla是不是回车到大量去了 Tesla后来是不是上去了 紧接是不是6679的预态 当时是盖牌的 我请你打电话来布局 后来K7是不是上来了 然后是跟你讲说 他跟联发科会有关 跟AI pin也会有关 跟notebook也会有关 是不是就上去了 所以即便今天联发科 旺下跌 玉态持续旺上攻 没有错 是不是有一步一脚印 慢慢又上去了 又上去了 那如果我知道的话 要带会员进去做 当然要带会员进去做 是不是就会有会员的简讯 提供印证 那联发科来讲的话 过去跟你讲 天机9400 联发科 然后今天来讲的话 是不是跟你讲一样的 一样的题材 但是现阶段的联发科 今天却没有涨到 主要的原因我认为 是因为行情它要整 所以导致于今天来讲 法说会 法说会其实讲得非常好 并不是不好的 但联发科今天回档修正 我认为就是因为要控盘者 他必须要控制指数 你看嘛 如果联发科今天 来到平盘之上 或是更大涨的话 那今天指数会 只涨七十几点 那如果农历年前 指数就先大涨的话 农历年会还需要完吗 所以智慧型手机来讲 不管是在联发科也好 他讲智慧型AI手机 包含像这个车用的 包含像Wi-Fi 7 将来都会用到 那高通也是一样 你稍微看一下 高通的一个财报 高通的财报 基本上他是年增16% 然后盈余来讲 基本上他都是增加的 但是稍微不如预期的地方 是在于 第一季的展望 89到97亿 以中间值93亿来计算的话 季减5.6% 略不如市场预期的93.5 差0.5亿美元而已 所以市场上评估的模式 比较严苛一些些 但是我认为这个都还OK 那法术会之后看好网通 ESIC 现阶段为什么稍微 不如预期的部分 是在于中国市场的中低阶的手机 高阶来讲的话还OK 不然像5G 深层式AI 网通TV和ESIC 都是渴望成长的 所以你看法术会 你要看细一点点 所以不管今天来讲 连发科股价震荡 或是未来的高通股价震荡 对于未来的AI 概念股 都不会有任何的影响 它是长线的多头 那紧接着就是看苹果的财报 苹果是代表高阶的手机 然后未来大中华地区 到底手机的部分 到底如何的影响 它都有 都会对股价来讲 短线上都会出现一些波动 那宏捷科 需要是持续看好 宏捷科是不是就上去了 好 紧接着 台积电大模式看不好 我说没关系 它只要股价震荡整理 对ESIC就会有利 对半导体设备就会有利 好 紧接着 台积电的设备 君华 智盛 宜特 宗沙是不是上去 万论 信鸿科 然后今天宜特持续往上攻 是不是又一个波段上去了 那这一档个股你就要留意了 我昨天已经放在Lightlight里头了 有看到都知道 今天股价稍微做震荡 因为成交量比较小一点一点 他拿到谁的单 世新 创意和慧荣的单 毛利率到5成 好 AI伺服器来讲 我是跟投资朋友讲 第一目标区20倍的本益比 然后是不是陆陆续达到了 那现阶段包含像AI伺服器的概念股 目标价到了以后 回测到哪里的支撑 你一样到我1月19号的Lightlight 自己去看 包含像伪创 包含像广达 你看我一路追踪上来 包含像微影 技嘉 今天技嘉还偷拉尾盘 我们是不是每一笔的交易 都跟投资朋友讲得清清楚楚 我全部都放在我们Lightlight主页 1月19号那里头 你自己去看 打回来哪个地方的支撑点 只要那个地方不破的话 就是持续看多 那往上冲目标区我也跟你讲过了 就是来回先去做一个价差的动作 反正像微影也是一样 我全部都放在Lightlight的主页里头 目标价都放在那边了 那不会操作 认同徐老师的理念 有需要我帮忙的人 好好留意节目过后的咨询专线 感谢您收看 明天见啰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材物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